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這個圖是一個橫波的波形圖 當時間等於0的時候 此波的波形如時線 這個是T等於0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它的波形 經過6秒該波的波形如虛線 也就是虛線 這個波形是T等於6秒的時候 然後他說周期是大於6秒的 這個行進波它的周期是大於6秒 那麼他問以下的問題 我們看第一小題 他說此波的周期為何 他問這個P等多少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波的話 這個波形 從這裡經過4分之3個周期的話 會跟他重點 不是啦 4分之3個波長 講錯了 4分之3個波長 你會說 他可能不只4分3個波長 他有可能是1個波長加4分3個波長 也就是說 他這個時間6秒 有可能什麼呢 有可能是1又4分3個周期 從這裡到這裡是4分3個波長 他需要4分3個波長 他需要4分3個波長 有可能是1 有可能是4分3個波長 或是1又4分3 或是2又4分3 也就是說n加多少呢 4分3個波長 所以我就曉得這個T 周期他是等於6 那n可以等於0 1 2 3 4 5 6 因為這個周期要大於0 n加上4分3 不過他說呢 這個T 他是大於6的 這個要小於1 小於1 那n要大於0 n如果小於0 就是負1開始 負1的話 周期就變負2 所以n等於0 如果要大於6的話 n要等於0 n等於0的話 T 我就小於多少呢 是6 那除以多少呢 4分3 3 2得6 所以是8秒 也就周期是8秒 所以這一題 應該要選B 第一小題應該要選B 我們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齒波的波數 我們看他的波長 波長是4公尺 從這裡到這裡4公尺 到周期的話 他是等於8秒 所以我就曉得 波數 是等於n大 除以T n大是4 T是8 所以是0.5公尺 每秒 所以這一題 應該要選A 第二小題選A 是4公尺